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如歌出生的一刻起 便在心里埋下了爱情的小萌芽 从一而终 绝不变心 甚至愿意为了猎如歌赴汤倒火 获出性命也要保护爱的小如歌 简直就是完美男人的 我半家标杆 在百年前 我想与你相守 这次 我只想保语一世平安 相信二号男嘉宾 晚年男二战风 他是烈火山庄的少主 战风 冷烈乎傲 身为烈火山庄富二代 却要背负着小身份 烈火山庄的大弟子 战飞天的亲儿子 和猎如歌 青梅竹马 从小玩到大 并且和一号男嘉宾 饮雪一样 从小就埋下了爱情的小萌芽 与青梅竹马的烈如歌 定下终身之约 俊朗刚毅 寡言却不是柔情 即使后来经历生活的重磨磨 变得冷酷无情 充满肃杀之气 为宝家仇 不惜绝情绝爱 伤人伤己 可就算修炼成魔 变得冷酷无情 他也从没有忘记过如歌 默默将自己的初恋情愫 装进了心里 至于战风 就像经历了何种变故 才会入魔成风的呢 关注订阅DSN老师 随后悄悄告诉你答案 昨日你不是还敢在那么多人面前 说不喜欢我吗 现在为什么不敢说 你说 你把昨日没说完的话 现在全部说清楚 说 你说 江青三号男嘉宾 千任公子玉子涵 他是皇帝的儿子 宁静温柔 皇帝之子静冤枉 也是烈火山庄的二师兄 虽说生在王犬墓围中 身世却是十分坎坷 母亲难产死亡 又自小于皇室 争名夺犬 遭千人所害 双耳吃葱 双腿残疾 但他却有着异于常人的聪明 容貌更是温柔如玉 皇帝为了他能够躲避宫中的纷争 从小把他送到烈火山庄学习武功 增强体制 为远离宫廷纷争 被送到烈火山庄的他 冷静睿智 温柔如玉 总是解救烈如歌与微难之中 将温柔四起 身陷武林科宫廷双重斗争的 玉子涵 为保天下苍生和烈如歌 都先在这节之间 这出不爱江山 爱如歌 皇犬富贵 我只要你的感天动地 暖心爱情 解决看的 明儿是哭泣鸡 凡未曾得到 便不知失去的痛感 不是我的 便不射求 男嘉宾集结完毕 相亲女主 猎如歌又会怎样 显得她的心动男生呢 是仙子银雪 初心战风 还是温润玉子涵 红衣如歌 玉果尘尸 新年第一部青春记忆IP剧 和你老师一起追起 这不念心的马 则烈火如歌吧